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党总司令已经非常恼火了 你身为军人不为党国效忠 反而包庇他们 你对得起这是军装吗 你对得起我对你的信任吗 卑职干员受啊 要不是看在你这么多年来为党国立了那么多的战功 我现在就毙了你 报告 你来干什么 出去 是我让他来的 洪言派长 到 从今天开始 你的特务派升格为特务连 由你担任特务连的连长 所需的人员和武器装备 都从十八团任意挑选 感谢师座栽培 把连长教练 是 是 年轻人 你爹他年龄大了 还要掌管全团的事务 封灵剿供的事情 你们这些年轻人就要多担待一些了 记住 除恶无尽 绝不能心慈手软 明白 报告 实作 邱连长 你继续留在风陵 协助欧阳连长 继续抓捕赵静哲 是 是你报告的 我也是为你好 你真是越来越有出息啊 对不起 你这么做也不能说是错 不过儿子 我真的很讨厌你这一套 我哥真的当连长了 对啊 我还也听说是容市长亲自宣布的 我哥也跟着张工提拔了副连长 他们特务牌金飞细品 肯定跟以前不一样了 对了 我刚才说了 一定要亲手抓到那个赵静哲 替你报仇 唐贝 你别这么说 静哲 他挺无辜的 什么叫他挺无辜的 你身上的子弹谁给你的 是要妈还没好呢 就忘了疼了是吧 他不是故意的 怎么叫他不是故意的 他就算不是冲了你去的 也是冲了你爸去的吧 小丫头 哥 恢复得不错嘛 有我这个私人护理肯定恢复得好啊 辛苦你了啊 古语呢 他早就出院了 他今天没来复查吗 他今天早上来过 说了点话就走了 你去哪儿了 你不是他胡话使掌吗 你问我们干吗 来 小门 这个给你 哥还有点事 改天再过来看你啊 走 你说 你说你哥多好啊 这多少美女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他怎么就喜欢那个石国语呢 跟个男人婆一样 要什么没什么 喂 朋友遭见朋友 是要生口唱的啊 我才不管了 说什么都无存 你说你哥是不是个提头挑子 你凭什么这么说 就凭那天晚上石骨语的表现啊 你知道吗 就你受伤的那天晚上 石骨语为了救赵金哲 连命都活出去了 你要说他俩没点什么事 打死我都不相信 你以后啊 哎 我跟你说一个坏消息 石八团的特务牌 改成特务联了 猪头满呢 协帮换帽严 人家升联长了 还有一特别讨厌的人 刘忠 刘忠 师部特务联的联长 你认识啊 我知道这个人 他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 欧阳君当初抓赵叔和梅姨的时候 一个石八团的人都没用 就领他一人去的 我也听说这人十分凶险 你又多了一个可怕的对手 容师长把他留下 就是为了对付我吗 听说是这样的 也不一定 十八团的金兵强将这么多 没必要非要动用师部的人 你的意思是 容师长不相信猪头满 派他当监督 也未必 那还有什么企图啊 反正就是查共产党呗 走吧 走吧 连长 谷虞找到了吗 他刚回家 从哪儿回他家 有人看见他从城外回来的 你这儿啊 你给我盯紧他 他肯定知道赵星哲藏在哪儿 我马上安排 对了连长 说 刚才师部来的刘连长找你 说什么了吗 都没说 好 你去吧 是 这是什么 窃听器 想办法把它放在石处长的家里 刘连长 你们不会怀疑石处长吧 他可是跟随我爸很多年了 赵青山也跟随你爸很多年了 是 大满 我知道你喜欢石处长的女儿 所以 我不是那意思 你主动向荣誓上报个钱框 得到提拔和重力 我为你的升迁高兴 但愿你的这次升迁 不是昙花一现 石谷羽貌天下之大不为 你公然保庇公堂分子 这可不是一般的罪行 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而且 邻家失火 也会殃及吃鱼 刘连长 你看咱们俩是同学啊 你算帮我一忙行不行 你这事能不能别牵连到谷羽 既然如此 那这件事你更得去做 否则你再纵容下去 谁也保护出石谷 但是我觉得没那么严重吧 清党的事情 是可以商量的 我最多再给你三天时间 你赶快找到赵青山 让他离开 不然我只能收回程罗 对不起赵青山和韩美了 我知道你现在很为难 可是我现在比你难 具体的我不跟你说 我现在已经很被动了 知道吗 我明白 不过要找到他的藏身之处 也不是那么容易 你那宝贝女儿肯定知道 可他死活都不肯说呀 那你就搞自他事情了 什么事情 十八天 你非得让我把这场窗户冲破吗 我已经失去了一个波动 不想再失去第二个 你全都知道了 赵青山出事之前我也知道了 好在只有我知道 好 咱们就继续寻找补宣 现在最要紧的是你赶快去说服你女儿 至于你怎么跟她交代我不管 我你千万别把我搁进去了 我不想为你们共产党卑黑光 好 谢谢了 还有 赵青山可以走 故意必须留下 我这不是私心 我是为你好 如果他们俩真的一起跑了 那你这个当爹的也透不来关心 除非你们一起滚蛋 老爸回来了 我说你今天发什么神经了啊 这有什么发神经的 给您做顿饭这就叫发神经了 您尝尝 来 坐 我看 肯定又有什么事要求我了吧 否则不会对我这么献殷勤的 什么叫献殷勤呢 我先给您倒杯酒 好哈 我呢 确实是有点疑难杂症 想让您帮我看看 说吧 又犯什么病了 心病 老爸 你是不是和赵叔梅姨一样啊 是共产党 胡说什么呀 又听谁说的啊 这有什么跟我不承认的 我又不可能告诉别人去 一定是赵金哲告诉你的吧 这臭小子 那你看我 像不像共产党 像 哪像 人不可貌相 行了 别废话了 跟我说说吧 今天上哪儿了 我今天去见赵金哲了 他现在在哪儿 这我不能告诉你 除非你回答我的问题 你可以不告诉我 但是你必须告诉赵金哲 让他离开枫林 走得越远越好 他凭什么走呀 他也没杀人放火 我说你怎么就不明白啊 他现在处境是越来越危险了 他要是再有三长两短 我怎么向赵叔和梅姲交代啊 是不是共产党 你就别问了 赶快去告诉他 赶快走 刘连长 其听器装好了吗 装好了 石处长应该不会有察觉吧 你应该不会 很好 石处说了 一旦找到石复天通过的证据 就可以立刻逮捕 走了 什么情况 石处长完回家不久 故意没出现了 石复长完回家不久 石复长完回家不久 故意没出现了 石复五 Kopf 山处长完回家不久 石处长完回家不久 谁怕我 乱志 你这是干什么呀 给金正装备的药品 你哪儿来这么多钱啊 这是我的一家积蓄 也给她戴上吧 老爸 我终于相信 你和赵淑梅一是一样的人了 顾云 你无论如何要劝她离开丰林 不要再想着报仇的事情 如果她还要义故心 那她的父母 真的就永不瞑目了 我知道了 那你收拾好东西我拎着就走吧 不行 我估计现在你已经被人盯着了 大白天不能出城 赵金哲 刘连长 只问大名近日得见 三生有限了 杨栋 你胆子还真是不小 在这个时候 还敢到封锭城了 你这是盯听谁呢 我已经查出了谁是真正的共产党 可以证明你是无辜的 是被人栽赃陷害 谁 军需处长 石破天 来 来 对 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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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愿意 你不愿意 我愿意 他什么时候不见的 晚上是我陪小满吃的晚饭 吃完东西之后 他就让我去帮他买点东西 买完东西回来 他人就不见了 晚上是我陪小满吃的晚饭 吞总 这事会不会跟赵景哲有关系 别小猜 也许就是他想自己出去散了心的 去 派人出去找着 是 来 别大惊小怪的 兴师重重 知道 走 请给我接车队 车队吗 我是师伯天 好 是这样的 我女儿越来不舒服 估计是出院太早了 留下后遗症 你马上给我派一个车过来 我想带她上医院看看 好的 尽快 谢谢 爸 我哪儿不舒服啊 我自己能走 你不用叫车 顾宇 记住了 一会儿到了车上 什么话都不要说 就装出一副很难受的样子 明白吗 那是小满吗 小满跑是干什么来的 谁又这么晚来了 我开门去 喂 你会你屋带着 我去 小满 这么晚了你来干吗 你上海没寻好呢 我们古语在家吗 进来吧 进来吧 小满 小满 你怎么来了 石叔叔 我想跟古语单独谈谈可以吗 行 那你们聊吧 啊 你 你这么晚找我有事啊 赵金哲在哪儿 我想见他 你这来我们家找赵金哲 你怎么想呢 我就是因为不知道他在哪儿 所以才来找你嘛 古语 我知道你跟金哲这好哥们儿 你一定知道金哲在哪儿对不对 谁让你来的 是猪头满还有欧阳老 没有啦 是我自己要来的 我不知道 我 今天挺难受的 我身体不舒服 你要是先回吧 好 你什么意思啊 少无赖是吧 我告诉你赶紧走 再不走对你不客气啊 你先告诉我金哲在哪儿 我就走 我不知道 我不信 欧阳小满 要么你告诉我金哲在哪儿 要么你把我的手腕也割了吧 那我割了吧你 你认为我割手腕上瘾啊 哎呀 古语 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再见金哲一面 我知道 他现在肯定是恨死我了 我不想他受到伤害 我也不想我爸受到伤害 你知道吗 这些日子 我很怀念我们以前的生活 没有隔阂 没有烦恼 没有仇恨 每天要相一起笑 要哭一起哭 行了行了行了 你可别说了真的 我特别难受 我告诉你 我不知道赵金哲在哪儿 你看你回家吧 你知道 你肯定知道 这个点儿的师傅俩交车本人没有 肯定是送小门回医院 房间里电话撞好了吗 撞好了 你等我 接下车队 车队吗 是 我问一下石处长刚才叫车了吗 石处长的女儿不舒服 要车去医院看病 好 我知道了 顾宇 车来了 赶快走吧 行吧 你也赶快回去吧 要不然你爸该着急了 顾宇 你真的生病了 骗你干吗呀 行了 快走吧 我查完了 他们是送顾宇上医院 送顾宇上医院 不对呀 顾宇天黑前还活蹦乱跳的呢 你说顾宇会不会是老师 走 咱们也是医院 停车 石处长 怎么了 我想起来了 当时给顾宇看病的是王医生 今天晚上不是他的班 想像这样 你把小曼送到医院 我和顾宇上他们家找了去 是 小曼 叔叔就不能送你上医院了 你自己多小心 好 叔叔 顾宇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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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宇 建造新车 一定要让他离开峰里 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啊 这你爱吃桃宋 谢老爸 快去后围 走了 好 走 连长 石处长到了吗 没有 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石处长的车 你们是不是错过了 我们接到命令就赶过来了 问我门口值班的 也问我急诊室的大夫 他们都说根本就没有车进来过 接下车队 我是大满 你们确定把石处长和他女儿 送到医院来了吗 确定 确定他们没到 派出去的车已经回来了 韩班长就在我身边 对 您还要亲自问他吗 你叫他 是 欧阳连长 我是四级小汉 石处长和他女儿去哪儿了 石处长 半路下车 去王医生家了 小满呢 小满小姐也下车了 她说她想先回家一趟 我马上带人赶到王医生家 你们起来跟我走 等等 你不知道咱们上当了吗 大高 欧阳连长 谭作让你们马上到幸福街十二号 为什么 师父派来的刘连长被人杀害了 刘连长死了 谁干的 是赵金珍 赵金珍还得成立 唐东 我不管他在哪儿 今天务必给我抓到他 是 走 走 老汉兄 出什么事了 容市长在事发团的眼睛死了 谁看的 赵金珍在枫岭城 赵金珍在枫岭城 这个小院 你注意过没有 太奇怪了 我已经在军营里给她安排了房间 把她偏偏住在外面 我刚才进去看了 窃听设备 电话机 样人都有 设备还挺强 不不不 赵金珍不是一个随便杀人 这里边肯定有状况 你们家就在隔壁 我怎么觉得 这窃听设备 就是冲着你来的 赵金珍杀他 是为了保护你 刘连长死了 你怎么想师座交代 如实交代 这刘连长抓过赵金珍和韩梅 那赵金珍咽不下这口气 就把他宰了 远远相保 你别管我了 想想你自己 我怎么觉得 你该走了 我跟你说吧 我不想失去第二个人 你不想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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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想失去 你不想失去 你不想失去 我怎么失去 出来 我看见你了 你赶紧出来 你节 节钱你还是节色 小 小满 顾玉 还有多远啊 我都快要累死了 你一直跟着我呢 是吗 到底还有多远啊 再走前面可就是山里了 金哲就在山里呢 那儿有狼 有虎 还有掏心挖肺的那野熊 你要是不怕你这小脸蛋 被划成老树皮 你就跟着我 还跟着我是吧 你不怕 我也不怕 不是 大小姐 那深山野岭的 不是女孩子能去的地方 你不也是女孩子吗 废话 你能跟我比吗 我从小杀狗不咱也杀鸡不怕血 你这辈子打死过一只蚊子吗 我这辈子 我还没过完呢 我告诉你 你要再敢跟着我 今天晚上 就是你这辈子的最后一晚 你信不信 谷雨 我不管 我就是要见到金哲 我见过死皮赖脸的 我没见过你这么死皮赖脸的 我是真的不想失去你们这些朋友 我发誓 如果我说的是假话 就让那些野豹子 野狼 野熊 把我给吃了 跟着啊 快来 来 �家 《孤雀》 是我 这么点胆子 就敢号称封领绝셨无双的女侠 你肯定厉害 醒了 我爸让我来告诉你 赶你离开丰岭 那是他给你带的钱和药 谁 谁在那边 我忘了 小满 你出来吧 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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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扛你了 明白 一排长 到 你带领一排 穿过那片林子罩到后面 务必堵死赵经哲的退落 是 二排 三排 到 从左右两一包抄 在接近藏身地之前 不准发出任何声响 行动要求 赵经哲必须击毙 二位小姐毫发无伤 明白吗 明白 行动 是 你去哪儿啊 我出去透透气 顺便给你们站岗 顾月 你不用回避 我们 没事 我不是回避 把衣服给你吧 不用 快 坐吧 快 坐吧 小满 你的伤好了吗 好了 静哲 你一定恨死我了吧 怎么会呢 我的父母是父母 你的父亲自然也是父亲 你真是这么想的 静哲 我知道 我伤害了你 有些话 我也不好意思再启齿 可是我真的不希望 你别再说了 我答应你 真的 你答应原谅我爸爸了 不是原谅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他 我只能答应你 不再杀他了 静哲 我谢谢你 我也替我爸谢谢你 我也替我爸谢谢你 不管怎么样 我也不会原谅我爸的做法 我会让我爸向你道歉 让他向赵叔和梅姨道歉的 我说的是真的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敢声望咱们三家人 能够和好如初 我只是不希望 你们再互相残杀了 我希望我们还是朋友 很好的朋友 永远的朋友 小门 小门 静哲 外边来人了 快走 走 快 来 谁开着想 小门 对不起 走不会儿了 快点 他们跑了 快追 快 给我追 快点 这边 快点 叔老妈 我告诉你 我记得你了 你等他 回来 小门 我告诉你 你这个宠外朋友的家伙 我怪我怎么相信你 什么人呢你 我没有 还说你没有 那这些王八蛋是谁引来的 你们要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 我怎么相信你 我那可相信鬼 我也不相信你 别吵了 你们给我听着 你们就在这儿 钻着别动 他们不会伤害你 我去引开他们 然后你们赶紧给我回家去 我赶紧去 还有我 你也个呸呀你 你赶紧有多远 滚多远 我说了 我赵晶哲 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告诉你 你听好了啊 要活一起活 要死一起死 我跟定你了 还有我 他已经开始包围了 启 那怎么办了 已经来不及了 白白的让你们听好了 你干什么 别想 别想 我告诉你 这么乱要养活 你闭嘴 你们不许过来 停 欧阳小满在我手里 你们要是再过来 我就一枪打死他 施谷雨 你别乱来啊 把小满下 赵经哲 你已经被包围了 把武器放下 自己走出来 你也算是个男人 靠两个姑娘保护自己 算什么本事 你现在赶紧缴械 咱们有什么话 可以慢慢说 你放心 我们绝不伤害你 靳哲 别离他们胡了吧的 靳哲 要不我们一起出去吧 我保证他们 不会伤害你的 保证个屁呀 殿下 怎么样了 就在那会儿石头后面 瞳东 等不了了 叫所有的胸育都冲上去 可是 汾密和小满 还在他手里 你放心 他不会伤害他们俩的 他现在已经穷空极恶了 万一他 我让你去 好 听你的 小白你走吧 这儿跟你没关系 你没事吧你 他出去他出去咱死定了 还有你 你个滚蛋 警察 你小心 小心点 别杀着胡远和小白 我 结婚 伐 伐 伐 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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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军人 军人 快点 你们走 快 快 抓住他们 别这么跑了 快 弟兄们 躲开马鸡啦 金军 你没事吧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不让你乱跑 不让你乱跑 再要乱跑 是 都躲开 还都在呢 走 走 走 躲开啊 躲开啊 听见没有马鸡啦 没看见吗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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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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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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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 有 你 想去 你 想去 啊 我 想去 的 些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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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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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